在胡安雅说的另一头,往昔灯火通明的豪华别墅里,今日显得黑暗沉沉的。 蒋浅南已经听陶乐乐说了,傅锦红已经从好早开始不住在这里了。 秋夜的风太凉了,沈定北站在他的身侧,陪着他望着黑漆漆的大房子。 看了片刻之后,他赶忙把自己身上的西装外套脱下来,披在了女人的肖肩上。 这里对他来说是与暗箱一样的存在,有多少甜蜜就有多少伤痛。 沈定北又把他载回了锦绣栏湾。 一整个下午也没见你吃东西,回去以后让他们帮你煮碗面吃,然后好好地睡一觉,我就不陪你进去了。 好,你今天一定没有好好吃饭,回去之后也要好好地吃点东西,大家的话给我发个短信。 我知道。 沈定北的谋底染上了一丝笑意,然后将身上的安全带扯开来,待他绕过车头时,蒋千南已经下车了。 同时,别墅的大门也一下子响开来。 陶乐乐走到前头,程席之跟在后面。 奶奶,你回来了。 过来了,时间还早,不如到家里坐坐。 谢谢程总,不过今天就算了,改天我再过来拜访。 程席之也没再说什么,等到三个人一直等他发动车子之后,才一起回到别墅里。 进入客厅之后,陶乐乐安抚蒋千南,就亲自跑到厨房里,准备给他下碗面吃。 他没有跟你联系吗? 未经讨论